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这也展现了许甲明的发展进度良好 短期的展望正面 不过这些合约已经在预料范围内 因此维持财政预测 另外大部分的项目在今年上半年招标 整个过程需要90到180天处理 因此要到下半年才会有结果出炉 据了解许甲明会继续参与新的竞标 尤其是水工规划项目相关基建和钢铁工程 MIDF投资研究维持买入评级和1令吉47仙的目标价 相等于下财年每股账面价值1.1倍 另一遇得预测 用的是水工规划项目相关基建筑 什么数损人会的预测 因为它是四分之后 那么多元 相当时不过来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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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过来! 对!